自從紅推出之後,基本上就不會再用海薩林了 因為格鬥家已經名花幼主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鍾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玩鋼藍 話說鋼藍剛剛推出了一個全新限定機師彈詞 紅 今次影片就會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限定詞的色情 是否值得大家抽 以及紅 以及之前推出過限定蛋詞洛沙 兩者哪一個蛋詞最值得大家抽呢?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目前台服剛剛推出了兩個限定蛋詞 極意之拳 紅 以及決意的女武神 洛沙 首先進入遊戲主題就是介紹紅 我目前兩者角色都有 當兩者角色擁有的時候 其實產生了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想不到紅真的比想像中那麼好用 是整隻遊戲裏面的T0格鬥師 帶大家看看這隻角色的天賦技能 紅的天賦 極意 針對攻擊對方不同的部位 而觸發興奮效果 最多跌五層 上限提升25%的暴擊率 和15%的迴避率 留意他的興奮效果是獨立計算的 假設一開始擊倒對方部位 去到下個回合再觸發擊倒對方部位時 兩個攻擊對方部位的效果 是獨立計算不同的回合 而他的機制就會延伸到另一個被動效果 異氣風法 獲得增益效果時 回合次數額外提升多一個回合 亦都是紅必帶的一個核心被動效果 除了必帶這個被動技能之外 紅還有另一招的核心主動技能 之前有提及到格鬥機最大的問題 就是隨機攻擊對方不同部位 保得指定攻擊對方的驅降 又或者攻擊手部等等 而紅就違反了整隻遊戲的機制 可以針對對方驅降 進行一次的1.35倍攻擊 有條件的就是每個回合觸發一次 我們可以透過前者 普通攻擊攻擊對方部位 疊加興奮效果 疊加完興奮效果 再使用主動技能 升龍式擊殺對方 假設我們擊殺完對方 就可以觸發職業天賦 職業天賦分別有四個不同效果 第一個效果可以觸發兩次的載動 第二個效果觸發載動動兩下 第三個效果 擊殺目標時 可以完整使用移動力 何謂完整使用移動力 假設原先移動力有五格 五格走到對方面前擊殺完對方 亦可以透過五格回到原先起點 這個機制就是紅最可怕的地方 不論它的升龍式 可以指定攻擊對方驅降 來擊毀目標 擊毀完目標 再觸發運動戰3 使用完整移動力 移動到其他位置 然後還有運動戰4 令到再攻擊再移動次數提升一格 還有其他職業天賦效果 例如擊倒部位提升AP值 令到自身一開始AP值獲得 只用格鬥武器時 已會有機率觸發追擊等等 每動一格會提升追擊確率 最核心的就是令到興奮同時提升回避率3% 所以整個角色的定位 透過興奮疊加暴擊率和迴避率 可以一騎當千 深入敵陣 透過疊加了的高迴避率 來避開對方的攻擊 避開完對方攻擊 然後再使用升龍式擊殺對方 我們介紹完整個角色的核心玩法之後 介紹多一點神經驅動 神經驅動的零件 基本上全部上了格鬥值提升 有得提升回避率的 盡量針對回避率 至於技能配置方面 剛剛有提及到的被動技能要裝備 星龍式都是必須要裝的 而第三招有得取捨 我會選擇串拳 因為前者我不夠傷害擊倒對方部位 那我就會用這個串拳 彌補傷害不足的問題 如果已經擁有足夠傷害值 就可以裝備另一個被動效果 遭受攻擊反擊時 周圍一格沒有友方 令到紅的回避率再提升到12% 大致上的配置就是這樣 然後去到機格層面上 機格都必定要抽了 就是角萊羊 角萊羊的模組也是針對暴擊和回避 觸發暴擊會提升回避率 觸發回避又會提升暴擊率 兩個的上限都是提升15% 這個持續時間也可以針對紅的被動效果 由一個回合提升到兩個回合 另一個模組我會帶回遭受攻擊反擊時 有70%提升自身回避率 加上機師和機格 我想可以推到紅的回避率 獎到70%或80%左右 到武器方面 個人首推這個打裝機 因為打裝機的攻擊數值和步擊數值 比拳套會更高 場地武器雖然範圍可以打九格 但始終屬於雙手武器 個人不太建議 到最後一部分 先介紹一些隊伍配置 自從紅推出之後 基本上就不會再用海薩林 因為格鬥家已經名花幼主 而海登的話有時候都會PVP用到 所以隊伍配置方面 我會優先用洛沙弗列達 紅、塞紋、代拿、海登、內奧米 有需要上坦克的再上安娜 而影片一開始都有說到 目前有兩個限定彈詞 那我應該優先抽紅還是洛沙線 個人極度之建議 就算你是無課玩家 或者剛剛入坑的觀眾都好 都是抽了紅線 因為紅不論她的 載動機制、擊殺目標機制 提升暴擊率、迴避率 又或者她的星龍色都好 都是整隻遊戲目前來說 T0的格鬥師 就算陸服目前處於1.4或1.5版本 紅都是處於T0的位置 反過來洛沙就比較失色 因為洛沙的技能模組 反而是針對這些協同攻擊 沒有甚麼在動機制 所以我目前玩洛沙的話 都是針對用電磁砲 電磁砲一個3.5格範圍 對敵人造成一個不錯的範圍傷害 以及被動效果 令到電磁砲傷害值提升 然後帶多一招被動效果 就是主動攻擊時 提升傷害值和遭受傷害值降低 至於天賦效果比較分行 都是失色的 只是多了一個追擊傷害值 而追加傷害只有0.25% 技能模組就... 明顯比下去 又或者如果不玩電磁砲 都可以玩純機槍的 但純機槍的技能 倍數系數就不是太高 只有1.3倍 而另一招 1.4倍可以恢復血量值 但需要使用到4AP 兩招技能的吸引度又不是太高 所以我後期就轉型了 玩電磁砲為主 機格方面都是用回它的專用機XR 武器方面用回雙機槍 再加一個電磁砲 主要透過電磁砲 遠距來攻擊作個先手效果 有石的玩家記得優先抽取紅 抽完紅又抽到它的專用機格 假設抽完它的專用機格 有能力的玩家都可以將它升到4星 令到它的駕駛等級提升到大師 去到3星時 角色有點變質 移動時可以無視單位阻擋 令到紅可以更加進出自願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加清楚 我們的鑽石到底應該在哪個限定彈池裡面 覺得影片有幫助 記得按個like 還沒訂閱 觀眾可以按訂閱按鈕 還有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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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